BAPP 以恶性倒闭 重要文件遭销毁 以原人头 作为品牌标志的知名炒牌BAPP 在台唯一专卖店 上个月无预警歇业 代理商陈百合疑似捐款上亿潜逃 恶性倒闭 被控诈欺等罪 监禁昨天兵分三路 搜索BAPP等三处 发现大批重要文件遭销毁 因陈百合另开设的服饰店也突然歇业 而站在建设二公子秋药镇 正式股东之一 不敢损失上映 份额提高 但陈百合已于上个月出境 动新闻台北报导